問題就是她住了之後 她經常都在家裡只穿著底衣服 就算不是穿上衣袋 她的屁股都老了一半出來 歡迎身體講男講女 如果是一起住 有些男士或者異性 穿得很少布 穿著底褲周圍走 作為一個女性是否覺得很憤怨很煩厭 你有沒有尊重一下我 阿明的褲好不好看 波紗還可以 為什麼波紗真的很漂亮 我有一時覺得波紗很漂亮 可以當普通短褲 可以穿出街 因為有些波紗很長 你不要當條條都很短 有些波紗是長的 我常常都覺得可以當沙灘褲穿 波紗可以很漂亮 波紗是可以的 但平腳或者三角的underwear 我就覺得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太貼身了 你又說好看就可以 我說波紗 是說褲還是穿出來整個形狀 整個人感覺 穿三角褲和平腳褲 是不太好 但如果身材很漂亮 身材很正 穿著一條媽媽煙通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這樣覺得你很懷疑 大家一屋一起住 天氣很熱 當然不是穿那麼多衣服 你不可以體諒我嗎 可以可以可以 對 你在一間房間就可以 原因是否覺得不尊重你 還是什麼 我不覺得他不尊重我 我覺得避免發生尷尬事件 始終你拍到摸到都不好意思 無謂野欺誤會 除非你真的特意想著去騷擾我 你是要穿到追蹦蹦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不好 就真是一個騷擾 但是你說不是的 好像你想說 我都檢點的 但真的很熱 又不開冷氣 開風扇 真的不用浪費電費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看他的心態 好 問回頭 為什麼穿BOSSER 又身形又好 那個就不是騷擾你 如果他特意要在我面前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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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都是一個騷擾來的 女人呢 我是女性 我看男性的角度 男人 你看到你同屋的 不是家人的異性 穿到這樣 我想一下 怎樣 男性和女性不同 男性打大赤蠟 好像很平常 因為去沙灘也是這樣 女性什麼的衣著 叫做比較性感 而又對你來說是一個 煩擾或騷擾 最重要好不好看 這個是首要條件 什麼好不好看 當然有好幾個條件 人好不好看 還是件衣服 又跟你一樣 整個配套 那件布料 漂亮不漂亮 可能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我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我是在車上經過 不知搭什麼車 經過沙灘 沙灘上有一些不是本地人 我懷疑是否來打工的姐姐懷疑 看褲色有點像 她不是穿泳裝 是穿內衣 在沙灘上玩 那一刻我下意識 真的覺得很不好看 這個視覺上是第一關 如果好看的 身形本身的小姐也好看的 那我對她反而已經沒什麼了 反而可能是好事 你視覺上有正確的刺激 那我和你都是一樣 男女女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視覺系 是當然 但是完之後 如果她長期都是這樣 可能都會造成滋擾 因為同一屋簾 你經常都覺得 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 我不是說這件事 有得看無得吃 你真是玩東西 我會有一點點感覺 聽完你講聽完我講 我們又聽一下 盡盡她怎樣看 她這件事 她哥哥的女朋友 阿俊 哈囉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那你那件事是怎樣 說來聽一下 一件事就是我和我哥哥的女朋友 那 她很想那個是她的女朋友 先說明 我對她 我哥哥的女朋友 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是 不過她對我呢 我就不知道 是 可能她自己才知道 是 話說去年 我家人搬去其他地方住 所以這間屋 就剩下我和我哥哥 我和我哥哥每人一間房 是 最初說 不如叫她女朋友 一起搬來住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是 那我個人都很意華為 問題就是她住了之後 她經常都在家裡 只穿著底衫褲 是 可能你們聽到 或者其他人聽到 會覺得去開放一點 你不要那麼敏感 其實我想說 不是那麼簡單 很搞笑的 每一次 我哥哥一回來 或者其他人在這裡 他就會穿上衣服 但不是很隆重的衣服 不是很正式的衣服 可能是T恤短褲 即是怎樣 即是只尊重我哥哥 那就不尊重我 完全當我沒有 還是他不知道有我哥哥呢 特意來誘惑我呢 我就不明白 OK 還有這件事 我怎樣和我哥哥說呢 可能男人這樣聽完之後 就會覺得是我的問題 即是你自己會不會太敏感 是他只要穿衣服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 是個女人徹底 但是穿著underwear到處走 我覺得不OK 還有我有一次 我都刻意忍不住去問他 我說 其實你在家裡有其他人的 你是不是應該要穿上衣服 多一點點 他也很搞笑 他說 我這些都不是性感內衣 做什麼 這樣的人都有 然後我沒有跟他說過 他的前提真的覺得 又不是穿性感內衣 對 你就是穿著內衣 即是他會說 我穿著內衣是正常 除非我性感內衣 我走來騷擾你 那就不好了 俊俊吧 你不要緊 我想你描述一點點 他的內衣是什麼程度 就是味道那些 tea bag 那些 難聽一點 就是那些空壞底褲 就算不是穿tea bag 他的背包也老了一半 我不記得好像十多集前 我有大概提過一個新聞 就說有一個職員 就禁止了一個女生去搭地鐵 就是源於他上身只是穿著一個頭 那款你問我 他是不是bra 他功能上是 他的款式就不像bra 就是像吊帶背心那類型 那好像仿佛 又可以就這樣穿 就有了大家既定的認知 假設bra 你就不應該外穿 你就應該要穿在內衣 就算你在家裡 你也是長輩的 那你也應該要穿上衣服在面上 是啊 是啊 對 對 是 OK 很激動 我覺得是 你每次都孤男寡女的時候 只剩下我和你 你就穿成這樣 如果有一天回來 阿哥誤會我怎麼辦 你說什麼都可以 關門 家裡只有我們兩個 你說我脫衣服 你說我常常盯著你的胸 你也可以 你是不是想借一些椅子弄走我 想阿哥和你住整間屋 用這個方法弄走人 就比較匪夷所思 什麼匪夷所思 大把這些東西 總之令到你覺得不舒服尷尬 然後讓你提出自己搬開 嘩 我們就想收了一間屋 這樣 沒有人知道 這個其中一個的可能性 是 你有沒有想過阿俊俊 可能真的 可能他真的 我哥哥不會 那就是因為你哥哥不會想 那個弟弟 迫走那個弟弟 但是他女朋友就是想 所以就要用這樣的手段 去迫走他 去迫走你 有一件事進進提出來 都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阿哥回來 他會穿T恤 就是說 阿哥回來的時候 他知道其實這樣 這樣衣著是有問題 奇怪就是 為什麼阿哥不在的時候 這個衣著就沒有問題 我是想知道 阿哥在哪個時刻回來 他就穿T恤 就是他在阿哥入門前 就穿T恤 還是阿哥回來家 我才穿T恤 好了 我們聽阿俊的解釋 因為我哥 那些很規律的 他的工作時間 一定是六點 七點鐘回到來 因為我跟他都是早放的 有時候 他的就不定時 有時候在家 我就一定早過去 我五點鐘下班 我五點鐘下班 回到六點多 回到來就看到 他整個都是這樣 我六個月六日放假 我哥哥有時候要上班 他整天都是這樣 我哥哥 因為很規律 因為每天都是這個時間 他又不會在家 回到來這個時間 他回到來這個時間 他自然出來 他在房間出來 他已經穿好衣服 每一次都這樣 除此之外 有沒有其他事情 似乎對你有意思 或想挑逗你 我覺得 你可能覺得不是 但是我們三個人 可能差不多時間 一是吃飯的時候 在家裡叫外賣 每一次我們三個人 他坐在我對面 他明明跟我哥哥說話 不知為何他看著我 嗯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可能你覺得我想太多 我覺得他應該多多少少都有 是 那我就會勸你盡量避開他 我覺得你可以 真的有機會試一下 跟你哥哥說 有時候你女朋友 不知是否 不記得我今天都放假 或者是5點多回來 我看到他沒有穿T恤 就這樣穿著內衣在家裡 叫他自己 小心點注意一下 始終男女有必 我覺得這是一個善意的提升 但是要給你哥哥 打個底 萬一將來有什麼事 不要說我沒有說過 其實已經避了岸了 其實為什麼我現在很糾結不說呢 因為之前說 因為我們家裡不算大的單位 只有一個廁所 那次他女朋友在廁所裡很久 去完之後 那些廁所很亂 有很多頭髮 那我出來 記得跟我哥哥說 事後我跟我哥哥說 喂 他進來住不緊要 但是 可不可以有些仇美 清一清回他 大哥 不是每次都跟他撿手 那次我哥哥 著了罵我 就是說 喂 大哥 有一個女孩 他又說自己家裡的事情 說到那個女孩很慘 已經吵了一次 但是 他覺得 你體諒一下 其實他都有很多事情煩惱 如果一次半次就不要緊 所以自此之後 有關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就不提不說 他面不去碰 因為那次我跟哥哥都罵得很僵 從來都整個月沒有說話 那不同 如果我這樣說 我現在都是保障 我哥哥可能會覺得我對他有事 你不用很大的投訴 對 你不用煞有介事 你純粹就說 哥哥 其實有好幾次都早了回來 Susan好像 可能 見自己一個在家裡就不要想 不過就盡量不好 免得有時候 鄰舍 那些窗 看到就不好 或者你可以 假設一個情況 我打開門 他就衣服不整 這樣就很尷尬 對嗎 有時候我打開門 那對面真的有鄰居回來 或者我打開門 跟我的朋友回來 那就不好 對 始終都為他著想 說到 因為你上次是投訴 他用廁所用得久 沒有首尾 今次不是投訴他 今次是提醒他 叫他注意一下 至於他對你有意思 是否故意挑逗 你如果沒有意思 你不要管他 就當沒有 收線 再不是這樣 你找一天下班 早下班 你就真的帶一個朋友 回家 安全為常是女生 免得男生 好像特地帶人去看 你帶一個朋友 一開門 就看他真的沒有穿衣服 如果是 那就有人症 你就可以跟你哥哥說 今天有點尷尬 對 我男人老狗 難聽說一句 沒事帶 就是不好的 你站在那裡 女生人家 被人看得不好 就算有時候一個人在家裡 也不要 放大尺 不穿T恤就遊走 嗯 都可以試一下 是啊 多個人正對來說 其實都安全一點 起碼不是 嘔和鼻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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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你可以解決這件事 不是很大問題 不過有時候同樣的屋簽客就是這樣 是啊 多謝你的電話先說 謝謝 謝謝 同樣的屋簽客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都要 大家互相遷就一下 始終每個人的個人習慣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真的喜歡 很自由 無虛無出 東西亂擺 擠牙膏 擺拖鞋 對呀 這都是我們相見很同鑽難的 你看人家不穿衣服給你看 你又要不開心 一人一支 你喜歡怎樣擠都可以 你喜歡在哪裏擠都可以 這裏是一件事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 擠牙膏的事情 穿衣服這件事真是尷尬 是啊 不要說異性 同性長輩都覺得尷尬 也有一點 對 同性長輩都有一點 對 無論如何 謝謝盡盡的分享 可見 原來不穿衣服 不只是大飽眼褲那麼簡單 有時候對她 困擾 困擾 真的難搞 也不知道這個姐姐 是對她刻意的挑逗 還是她真的很自由 還是裝她的呢 這樣的 另有陰謀的 逼她走 剛才我說了 有陰謀的 好啦 下集見 拜拜 拜拜